這個目前香港的狀況 有很多人都用不同的名字在稱香港的情況 他們用暴民 他們用黑警 暴民跟黑警 形容香港反送中 用這兩個名詞你同意嗎 他們人民做出來的名詞 我都尊重 這個不是他們做出來的名詞 這是因為我們的內政部網站 前幾天也有說他引用了 他引用了網路上的言論 放在我們的內政部的網站上面 這個就是香港人民用的名詞 上面寫黑警跟暴民 你如果有看 你委員你如果有真的關心 看他們舉的標誼 哪個牌子 上面都寫的明明白白 沒有錯 但是院長 我想講的是說 網路人民怎麼講 民眾怎麼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台灣的官方網站 我們台灣的官方網站上面 內政部 他用的是 他內政部用的臉書上面 寫的是黑警跟暴民 我覺得這個用語 不適合放在我們台灣政府的網站上 因為畢竟是屬於香港的內政 因為這個是 委員這個是新聞的用語 我們是引述新聞的用語 對 所以 那我們引述新聞用語 當然要真實的呈現 我不能改變它 所以我剛剛講說 你引用 但是事實上不適合放在我們台灣的官方網站 因為會讓大家誤解 我其實要跟院長 其實應該不會誤解 我也是強力支持 其實警察是要強力執法 為什麼強力執法 因為我們台灣也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院長你知道嗎 我們以前齁 在政治有民主的時候 國民黨就常常這樣 沒有錯 好 那你告訴我民進黨有沒有 2008年陳雲林來台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這樣子的事情 就是說他們發生這個丟直汽油彈 好 沒關係院長 我只要告訴你 你要接受我的時間 我告訴你 你比較少在台灣 你不知道 台灣的警察不會拿長槍 射人民啦 現在不會啦 台灣接下去都會有這樣的方式 從胸部開槍 台灣警察不會 所以院長 我現在就要提醒院長 如果台灣接下去 請尊重我的持續權好不好 不會帶十槍 如果台灣接下去有發生類似像這樣子 民眾的集會遊行過程當中 有不當的用這個汽油彈 甚至於實現傷人這樣的事情發生 請問我們內政部 你要怎麼樣來處理這樣子的 其實我們根據集會遊行法的相關規定 我們警察機關對於如果有一些 超出了集會遊行 應該有的這些行為 我們可以警告 可以制止 那也可以命令解散 所以事實上 如果警告制止 命令解散都沒有達到 他們是拿汽油彈 還有磁線攻擊 我要跟委員講 為什麼會有這個 因為我們的警察不會帶石槍 我們不會用石彈 我們的警察在集會遊行 從來沒有帶過槍耶 所以我們的警察就是被打的嗎 我們從來沒有帶過槍耶 所以我們的警察碰到汽油彈怎麼辦 我們警察不會帶槍出去 我們的人民憶恩 謝謝 我們警察不會帶槍出去 我們的人民憶恩 謝謝 созн會不會罵 ness하는데 你說的 我捏得 我們全部惹聽